相信有不少朋友刚刚开始玩标的时候都会留意Rolex的Air King或者Explore 1 两款款式除了是努力士的经典标款之外,价钱还是非常亲民 设计更是斯文大方又百搭 所以Air King或者Explore 1绝对是性价比十足的入门选择 今天我们就对比一下这两者可以怎样选择 Air King最早应该是1945年开始 那时除了Air King之外还有Air Lion、Air Giant和Air Tiger 很多种不同的姐妹款式 不过发展到后面只有Air King存款 而当年的Air King也跟不少的出名企业联名过 例如有泛美航空、Tiffany和Dominos Pizza 这些都是当年比较出名的联名款式 过去Air King 34mm的尺寸也是努力士男用款式中最小的尺寸 所以不少人都会把Air King当铝标的大 而近几年Air King已经改款了 将它的标径加大到40mm 也是努力士最受欢迎的大小 同一时间它也加了5分钟时标 即每5分钟都会标志出来 整个标面的设计可以保留了369的经典示标 同时也可以用5分钟示标去分辨哪一款是Explore One 哪一款是Air King 而标扣方面 就采用了简化版的豪式叠接扣 就少了一层外层的护壳 只要你将标扣底下对截的链截展开 标带就可以延长多5mm 而这个设计也是为了飞行员所设的细节 而我们来看看Explore One Explore One是1953年首度推出 当时品牌是被一些极端环境冒险泛滥之下的人士 去打造的一款手标 而当年英国有一个探险队员 戴上了这个Oist Double Patrol 就成功挑战了聖母峰的传奇故事 令努力士当年加速生产了Explore One 是探险家特色的手标 其实它最大的卖点就是它可以很耐用 设计上也有些鲜明的特质 例如黑底白字的风格 就是由1953年前买Explore 去到现在都会保留的特色 另外369年的方向 也是用了特别的阿拉伯数字 来到大家可以略为外观增加辨识度 比较解一下Explore One和AirQ 你就会看到Explore One的标面 369的方向是有阿拉伯数字 和市标的其他部份 就是用了一款特别的市标 这就可以分免出 跟AirQ的本身中的市标是有不同的了 两者的价钱都是大概10万元 以下就可以卖到 市场价格都不会升得太多 最重要的是它有经典又有八搭 所以人文款AirQ或Explore One 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